外电的最新消息来关注 塔利班攻占了阿富汗之后 女权陷入危机 阿富汗的女子足球选手 更是饱受生命威胁 不过现在他们在各方的协助下 都已经顺利脱困了 这些选手还有他们的家人在内 一共130多人 已经在当地时间18号 抵达了英国伦敦西斯洛洛机场 这次营救行动 是犹太教援助组织所协调的 还有美国实境秀女士英金卡达夏 出自来协助包机 那过程还有一些慈善团体 体育界以及宗教界的人士等等 等于是跨宗教还有族群的合作下 才完成了这一次的救援任务